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场落位很像是一个三中场的站位 这是 哎呦 主板给叫起来 这一看就 哎呀 这个没法说了 这恐怕不是这一场比赛的问题了 没错 应该是要操兜了 肯定想也别想 这想也别想 而且这不是一场比赛 这必须演打 其实他左边固尔芬克尔那边 如果不是少打一个人的话 他确实是个进攻支点 他脚底下拿球特别好 这个球韦诗豪做得不错 埃克森转身给韦诗豪 看看韦诗豪 打了吗 左脚的一脚射门 瞧见了 这个球慢悠悠地打到了球本里 角度很刁 我感觉门将陈宇雷可能对这个球准备不是很充分 看这下啊 外脚被一变啊 这边埃克森的助攻 然后围着好拿球 一个左脚的射门 有个弹地 按说啊 这一步一带 这一过应该守门员要防止射门了 守门员跳早了 等他落下来 球也落地崩起来了 到这个节奏的话 成都中长踢的并不费劲 来 叶楚贵 有时候转弓 来到罚球区 机会 看看左脚的大门 又是如此难 又是如此难 赶上左脚了 起码这一瞬间你的进攻节奏是带起来了 是 看到这个角球的投球 还是这次是真的有威胁的 距离球门很近啊 你得冲起来 廖军剑的投球 看下位置好 单刀球 打满 球线到 维士豪 这下非常快 从端抢到向前冲刺 最后的较射门 速度太快了 这真是在关键时刻啊 挺身而出啊 稍打一个人的队伍 首先看这次抢断啊 这门将大脚开出来 菲律佩这一针 莫里斯愣神啊 他抢在后卫出角之前一捅 捅这一下 过掉了廖军剑 然后单刀球直接一脚 脚空推射 皮球转到左边莫里斯的脚下 莫里斯来到前场 好球 看看叶主位 一扣 右脚推 左脚大门 这一下还是没有能够形成 直接的威胁 居然就没打上劲啊 看看后点 第一点被解围转外围一脚 突尸整肩 这一脚打的 这一下主要是成为了视线 应该有点受阻了 这个球在地上蹦蹦跳跳 是的 钻了个死角 39号干超 投球解围 外围没有人 这一脚打的 廖军剑解围出来之后呢 这个球没有人去 往上去顶他那一下 干超是无人放手情况下 这脚打好就好在压住 哎 这整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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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站进去 叶主位打门 球进了 非常的冷静 停球调整和最后的推射 终于扳回一个 啊 嗯 是有阅位吗 看一下啊 呃 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是好球啊 没有问题 因为有一名后卫球员的 腿拖在了后面 这个 这个 有效的进球 哎 这个这个 康拉德这下跑位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这下回敲也不错 对 看看这要跳传 给过来 菲利佩三刀的机会 一脚挑射 球进了 罗姆罗啊 菲利佩就这两个人 哎 替不登场就有进球啊 他自己投球百度下来 紧接着 哎 这下还真不阅位 没问题 这下这个助理裁判 看得很准 嗯 绝对是个漂亮的散阅位 这不能一直犯错吧 哎 直接挑凌空 哎 看看路尼 哎 等会把球局点球 你看 我刚说4比1 这丢球最少的一场 这这这这来一点球 看一下啊 哎 啊 这个角度来看 看看叶树贵 助跑 打门 哎 被扑出来 哇哈哈 简套立功了 啊 比赛结束 哎 哎 太可惜了 叶树贵 梅卡尔杜 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最终是 还是4比1的这个比分